黃佳儀 今天來到大埔拍自然變態的MV 這次MV也找來一群我覺得很有自己性格 和很多古靈精怪的朋友一起來到大埔拍 其實是一種感覺上 好像大家都有自然變態的感覺 一個秘密的undergram的感覺 所以大家一起去跳舞 去釋放他們自己內在的一些情緒 我覺得是一件又開心又可以玩 然後拍出來的畫面又很有型的一個MV 這次其實也多一些跳舞的情境 因為始終首歌是一首舞曲 我自己其實可能以前 從來未將這個面向展現給大家 但是每一次我做一個SUNFIRE 都希望可以挑戰自己 所以我覺得隨著音樂去動我的身體 其實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非常自然的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會有新鮮感 這次MV除了跳舞這個環節 是一個新嘗試之外 還有一些飛車的場景 我自己覺得同一首歌是非常紋合的 但是本人是本身沒有聽 所以我也覺得是一個很需要豁出去 還有要有膽量去做的一個嘗試 但是最重要是畫面拍出來好看 讓大家可以進入這首音樂的世界 在疫情之下去台灣音樂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一點都沒有不方便 因為始終可以在台灣 有很多不同的音樂人願意和合作 我覺得在他們身上都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還有擴闊了的視野 然後回來香港又可以繼續和香港這邊的音樂人合作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歌曲 都會有很多不同多餘化的音樂 秉持我自己做音樂的精神 這一首新歌其實是我接下來的專輯其中一首歌 這個專輯其實講很多關於變幻 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身處在一個非常變幻不安的時代 但是我希望藉著一首 這次的一首是比較upbeat的舞曲來的 有很多不同的電子元素 也有一些少許disco 少許house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希望帶到一種能量和力量給大家 這次的曲都是一貫我自己寫 詞就是耀輝老師 因為繼上一次和他在大館合作之後 希望這次新的project都可以找一份合作 我很喜歡他從變這個主題講到所謂變態 還有我喜歡他用一個宏觀的角度去講 其實很多我們視為不正常或者變態的事情 或者變幻本身這件事都是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我覺得他那種擁抱變幻 和擁抱一些所謂的不正常的事情 或者社會覺得是一些變態的事情 我覺得是一種很有力量和解放的一種心情 所以這首歌其實我自己的Vocal 也有和Alex Fone合作 我覺得是有一個新的流暢的感覺 所以希望大家聽的時候 可以在一個這麼不安的環境 或者很多束縛的環境 在這個疫情下有一種很自由 很爽的感覺 謝謝